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旅遊保險 近半年,我都有兩個客人的個案,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一個客人是去倫敦,另一個客人是去德國,兩個都是歐洲國家 一個是一個80多歲的老人家,去到倫敦旅行時,心裡不舒服 然後就馬上救生車送去醫院 在倫敦醫院,因為年紀大,也找了一些很教授的醫生,去做心臟手術 進入了心治治療 在倫敦逗留了一個月後,醫生覺得健康狀況是可以搭飛機 於是就搭飛機回來香港 另一個客人是去德國旅行 去到德國,就突然暈倒了 這個年輕時50歲 暈倒後,救生車送去德國醫院 誰知發現腦內壓很嚴峻 所以立即做手術 做完手術後,也進入了心治治療 休息 大約在德國住了一個月後,醫生覺得她的情況可以搭飛機 於是就用過旅遊保險的緊急運送 然後送了她回香港,直接進入了伊莉莎白醫院 客人回來香港,也一個月左右 她仍然在半邊身,就用不到 心情也不太開心 不過我都鼓勵她,總之盡快做針灸 和物理治療,應該可以很快康復 其實,兩個歐洲國家都有一個好處 其實,兩個太太看到先生突然病到的時候 其實很擔心,死了,哪裡有錢給醫藥費呢 其實在人道理由,在倫敦和德國的醫院 都會立即救了她們 也跟她說,你放心吧 在帳單之後,我們醫好之後才給她 其實兩個客人,大約回到香港一個月後 其實都收到張單了 在倫敦的80多歲的倫家做心臟手術 其實那個賬單是400多萬港幣 德國50歲的做腦手術那個 就是90萬港幣 其實當然是想不到這麼多錢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 其實坊間很多時,很多客人,他們買旅遊保險 都是像精色買 甚至乎有很多都沒有買 也都是買最便宜的 可能補30萬,50萬,60萬都OK啦 我去四天,是嗎? 洗得多少醫藥費呢? 為什麼要買這麼大? 其實這兩個人客 其實他們都只是想著一個星期旅行就回來香港 都沒有想過自己就要留在外地的醫院一個月 一個月那個醫藥費就真的很龐大 當然你說救命仔,這個是百行中之大行 最重要 但是接下來他們就要想怎樣去處理那個醫藥費 通常如果你說旅遊保險在坊間上 我很多時候都會幫人買超過100萬的旅遊保險 可能你會覺得,需要買這麼大嗎? 還有都貴一點 其實不是貴很多 都是一百幾十的東西 但是其實對人客的補助是很大 因為當他在外地發生事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醫療保險補到的100萬 一定遠大於他自己買的私人保單 因為一般在我們接觸的客人之中 他買了普通的轉報點,其實都只會報每個病十多萬 我當去公司有些福利,都是報多十多萬 除非他很高層,可能那裡多多幾十萬 所以,為什麼你說我們很鼓勵一些中產異常的人客 其實他們都買我們公司的一些我們叫做 自尊的醫療保險,或者一些叫做CEO plan 因為CEO plan,其實他一生人就預了 他起碼二千至五千萬的醫療保障額 那遠大於普通的私人保險 甚至乎是旅遊保險 那是安心的,一路永逸的 那也有些客人就很緊張 哎呀,那旅遊保險呢 那就是行李箱子破壞了 或者我延五,那賠多少 其實我經常都跟客人說 其實那些都是很失碎的 影響不大 但是,反過來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命制 那塊人馬就可以影響很大了 我都順便提提大家 如果你說,我真的有行李箱壞了 那怎樣可以取回你的保險呢 那其實當你發覺那些行李出來的時候 原來已經是爛了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要在未出閘的時候 就去跟你的航空公司說 叫他有自己的證明給你 那變成有某一些航空公司就不錯 他會直接陪給你 但是如果他不陪 那你賣的保單 如果他有保的話 那你就會在保單裏陪陪的 那你說在外地有什麼不見的 也好,遺失也好 都一定要報警 以他都是最基本的 要不然怎麼證明呢 所以變成,鼓勵大家 旅遊保單 沒有省少少錢 因為不是計算那四天裏面 你用到多少預約費 而是當在那裏出市的時候 可能你會留在外地很長的時間 那個預約費可以很龐大的 那今天我的分享這麼多 多謝大家